這SHIPA9歲,它的主數是喘 然後最近食慾很好 它主數是這樣 然後本來大概9公斤多 現在大概12公斤 12公斤 這一隻嗎? 它以前是PDH 半個月前,半年前 其中再加一加多 半年前是PDH 半年前 分析結局,是要送台北立人嗎? 還是高雄立人? 不行 台北立人它是RA RA的方式 叫免疫分析法 然後高雄立人是CIA 叫作冷凝擊法 那獸醫之彩,RA 所以你一定要送台北 高雄不行 它分析方式不一樣 你看喔,之前一個學 這邊就有了 我看會不會留著 我... 因為高雄也沒有什麼時間限制 那是中文的時候 很方便 他們是不同的集團 同個集團 但是他用的是不一樣 你看這個喔 這個很好玩 台中那個鄧醫師 你看喔 他同個簡體喔 他自己機器做的 高雄做的台北做的 你看ACTH 高雄做小於5 台北做的是75.9 差很多 同個簡體喔 然後有一次學妹的一支約克夏也是一樣 他送高雄做7.9多 高雄做7.9多 高雄做7.9多 台北做530 差很多 所以我會建議你就通通送台北 對 因為我們獸醫只採RIA的方式嘛 叫做免疫 免疫分析法 RIA 然後高雄是CIA 叫冷凝集法 那不一樣 對 所以這一支的病死之前是PDH 這支柴犬之前是PDH 這支柴犬之前是PDH 他上次是4713嘛 這支是4916嘛 我們給B12 他同時有心智蟲 同時有心智蟲 然後問題他扣率總不高 後來我們把八可玉拿掉 都是以八可玉為主 然後包括他血腰板都一直很低 都只有五十幾 六十幾這樣 五六十 蛤? 心智蟲 消耗掉血腰板 所以我們一直給他Percentine 給他Pentone Cpd Pentone Cpd 是後來做的腦超給的 腦超給的 腦壓高 不是 腦壓 腦壓 Pentone Cpd 灌流壓低的 才會給這個 去促進腦部血液的循環 他一直都屬於這樣子 以前都一直是這樣 然後吃到後來呢 他的血腰板上來了 這一次 這一次拉到兩百三十六 本來都是五十六十 都一直不高 好幾年了 因為他給我看大概去年到現在而已 那之前血腰板就低 然後其他醫院跟他說 你這可能是先天的 對啊 那我們從新智蟲處理 給他Percentine 後來我們給Pentone Cpd 他血腰板就上來了到兩百三十六 對 那Colizum上次喔 三月的時候是三 上次是三 已經有降了 後來把巴克玉拿掉 然後主要是他這次乳酸膏對不對 川嘛 我們就要求他照X光 結果這樣 他幾乎前夜都白了 然後有一點開始肺水 積水喔 你看這個輪廓已經出現了 肺部已經開始有積水的反應 那你會認為是前夜嗎 還是中隔腔對不對 你看喔 這邊是不是有鼓起來的感覺 感覺到嗎 然後你看VT照就知道 肺葉還蠻乾淨的 所以他一定是中隔這樣 前中隔 一定是前中隔喔 這樣 這一塊 這一塊 那我們從超音波去證實這一塊 這樣子 對不對 這是從X光來看的 X光來看 那一開始跟我們說 欸什麼 覺得肚子大大的 那我照肚子是還好 這裡皮這裡乾 乾的確是有點腫 已經快要到最後一熱 最後一熱 所以他重點會放在中隔腔這一塊 中隔腔這一塊 這是側照 然後我們通常側照的話呢 你要左側躺喔 你要看前夜 或者前中隔 要左側躺 不是右側躺 然後我們如果是看VD照對不對 VD照你看心臟VD可以 那你如果是要看中隔腔 中隔腔的話 你最好是趴著照 趴著照會比較清楚 所以有時候要看 你要看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重點會放在中隔腔 前中隔腔 在心臟的前面喔 肌部的地方 心臟在這邊呢 那你等一下看喔 然後這邊是有T-SHOT SIGN 十字畫喔 我們剛講的MAS在這邊 在四公分以內喔 以下 十字畫 MAS的位置 他這MAS大概2.3公分左右 這塊 這塊 十字畫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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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公分左右 我们纵隔枪通常是越接近前纵隔 跟中段的纵隔 育后是不好的 那当然我们阿里奇亚他就有可能懂到 行事总也会 你在Win10的话你可以用滑鼠板 你就可以放大放大荧幕 刚都是用滑鼠板在放大 在Win10下面 然后这边有一条血管 好 这边有一条血管 Mars在这边 好 这是脑操了 自动滑鼠板放大 好 然后这边包括肺胀跟重隔腔的疾病 从CBC深化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所以这边包括学一学 你可以看到neutrophilia leukocytosis eosinophilia都有可能 在肺胀的疾病 包括有可能是发炎反应 跟胸腔的疾病 然后AST这边提到 这边特别提到AST 他在肺炎的时候 或是包括肺脏有创伤 fibrosis 转移性的病灶 或是有consolidation AST的比例都会偏高 然后BUN在实质化的肺脏疾病 他的BUN也会偏高 这两个是比较有特异性 然后还有提到ammonia 他们都跟缺氧性的脑病比较有关系 除非是有缺氧性的脑病 这边提到慢性的肺炮疾病 慢性的肺炎会比较有关系 所以AST上升 BUN上升 这两个会在肺脏跟重隔腔的疾病 比较有特异性 那当然这个case的乳酸也高了 他到2.97 所以乳酸我们是来代表肿瘤 代表肿瘤 我们缺氧跟非缺氧分两型 他舌头并没有很黑 这只狗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走到非缺氧型 那非缺氧型确定会喘 代表肝肾肿瘤败血 这四个是最常见的 大概都会focus在肿瘤为主 所以我们通常你看在这边 看得到就是我们的重隔腔变得比较宽 大概到这边 重隔腔变得比较宽 有的是变得比较窄 有的是变得比较宽 包括有分前重隔腔跟后重隔腔变得比较宽 这样子 变得比较宽 变得比较宽 是跟慢性的发言反应有关 然后我们这个case是前重隔腔变得比较宽 对不对 那常见的原因在这边 重隔腔有发言啊 可能跟异物穿孔有关 尾滴马 初血 opsis 肉牙肿在猫 或是淋巴病变 包括心思宠就会了 然后在猫的话 你大概要先考虑到 领波马 考虑到领波马为主 有有有 这边有 这是要区别的疾病 要区别的疾病 所以他胸腔的mass大概2.3公分左右 可以高要不高 收缩不好 FS只有36 1除以1%不高 才11而已 所以他倾向于肺脏本身的病变为主 这个在猫叫HARD 只是这是狗 所以那边有人问他一个问题 狗有HARD吗 没有 他说HARD这个病 是指在猫身上而已 狗不会用HARD这个字 意思就是他是起源于肺脏本身的问题 跟心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1除以1% 11 那我们肺脏的病变大概都跟心脏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肺脏也不高 因为肺脏也不高 然后你衣水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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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所以我们后来是开Lukelon让他吃 30公斤一颗 30公斤一天一次 然后这是之前开的药继续吃 这是前重隔腔的肿瘤 当然育后育后不好 我们在3月做的时候都还很好 X光也没有这样 那11月我昨天做的嘛 那就看到整个前夜变这样 所以肿瘤长得是蛮快的 所以叫他每个月可以的话追踪一次 Colid Colid是容易偏高的 Colid总是容易偏高的 之前是PDH 所以我没有考虑 Colid 我们的钟摆一般用灭沙楚海跟Lukelon 这两个维组 那Lukelon是抑制红血球 这个Case没有铃血 所以我们首选是Lukelon 然后它的副作用也少一点 灭沙楚海它抑制11会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都先从Lukelon开始 Lukelon给如果是OK的 红血球也没有显著的下降 那就看肿瘤的变化 肿瘤的变化 肿瘤的变化 当然就是要每天吃 30公斤一颗 一颗是2mg 一天一次 最多到一天两次 那你可能一开始两个礼拜 你就要验一次红血球 因为它会抑制红血球 会骨髓抑制 那后续就看它吃药的反应再来调整 那如果副作用也不大 那肿瘤有明显的去控制 你说要根除是不可能 钟摆没有办法完全消除 肿瘤还是会在 到后续再来决定 叫滚动式的治疗 看情况再变化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